叫我Caddy Caddy今年幾歲? 45歲 45歲 你做什麼的? 有的,我做少少批發保健品的生意 你帶一百來這裡參加法會嗎? 不是的,其實已經是第二年了,我來 我覺得改變很多 我來到這裡之後,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是思想上的改變有很多 以前看不開的東西,現在都看開了 以前放不下的東西,現在都放開了 這個人都開心很多 我亦都有少少因緣,令到我相信這裡也會繼續來 每一次有法會舉辦的時候 其實半夜我狗是會哭的 真的,半夜會哭的,三點多 牠就開始哭了 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我也不知道怎樣好了,事實講 我就來寫牌位 那我來寫牌位,寫了就不要哭了 寫著交錢,證實是寫了,不哭的了 所以每次法會,我大多數會帶牠來 是有我的原因 接著我又會開始問一下我身邊的朋友 誰是寫牌位的,我都會幫忙 其實我一流以來,四十幾年來 我和地藏菩薩是沒有任何感覺的 即是地藏菩薩,地藏菩薩 我離開這裏,其實有一次我就在那裏哭 不知為何在那裏哭,就是這裏 為什麼我在那裏哭呢?我都不明白 我開始留意他,接著看他的地藏經 我心想,不如這樣吧,我做一下少少的 我很讚嘆地藏菩薩,可以這樣說 我想,可不可以幫忙 因為他的緣是地獄不兇勢不成佛 那我很想說,不如我幫忙提倡 是不是叫提倡,我不會說 即是聞人,誰愛誰愛誰愛 然後來寫牌位寫牌位 這個就是這一年多裏 我的體會,我的感受,也支持自我 我還是一直在這裏 最一點很重要的,我真的相信 我從來沒有懷疑 我相信這個場,真的可以幫到我 因為我的狗亦都有給我看證明 而一開始,其實我來這裏的時候 都,私私走進來,我都不信 有負責很多,很多很多事 接著現在都慢慢逐一逐一 私私我來面對我個人問題都沒有勇氣 即逃避,一開始我進來這裏 不多不少,我逃避的心態 接著慢慢慢慢不要,我也不怕問題來 即是慢慢慢慢你會拆一個問題 又拆一個問題,又拆一個問題 接著你就,慢慢慢慢你會走出一條生路 只要你面對問題 但是你有沒有那個勇氣先 就是這麼簡單 一開始我來這裏是逃避 我不想面對問題 所以我來這裏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心態 接著慢慢慢慢,不會了 現在問題再來,OK 我早有辦法吃得不怕 這樣再來我相信 就是剛才我跟你說的狗狗 因為離開這裏,又懂得地藏菩薩 我又覺得我幫他可能相應 你問我有什麼改變 一年多其實不是很久的 都有很多改變的 思想上有很多改變,其實金錢上也有 鬆軟了 鬆軟了 那我亦都,如果你又這樣說 我都想回頭 一年多前我真的很窮 不是說很窮,很手緊 那我真的可以將 我的錢只有我的荷包 你不要問我銀行有多少,其實是沒有的 那我真的來做供養的時候 然後我真的挖了我荷包的錢 剩下天天的十塊錢我去吃飯 明天又再去賺錢 最多是這樣 我來,OK,供養了 接著我走 明天我自然又有的 接著慢慢,慢慢我發覺我 這也是一個很好分享 每一次的法會,我肯定賺到錢 所以有時,法會叫我買什麼 做什麼我一直會做 一直這樣支持我做下去就是 其實每一場的法會對我是好的 要找你上一場的單元盲 那我都有幫忙在下人 那我沒有收什麼錢的 就直接這樣做 但其實在你單元盲的時間 我還賺了很多錢 我都不介意再 因為我賺的錢 是多過載的錢很多 那些錢不是你去賺的 是別人會找你 你明白嗎?別人會找你 所以錢我會來找你 所以每一場法會的 before before法會 很奇怪 就是我賺錢的時間 然後找到了 我亦都會來供養 我寫牌位 你給了我的 我亦都放出去 給了我的 我亦都放出去 結果我又好像越來越多 我越來越多 放出去 就是這樣 這個你問我 有沒有你可以剪接放 但是我 因為你現在向我想 我又很跟人想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 這個是真的 很神奇 我這樣聽你這樣說 因為你要真信 你可以真信 就是老師說的 96%的 營太世界 他們有他們的力量 大過94% 你要真信 真信你就看到 行動了 x2 x2 x4 x7 x5 x6